她曾是港媒口中全香港男人的梦中情神 她曾是Health杂志公认的这个世纪上最美的女演员之一 她只用稍微勾勾手指就让超级帅哥吴彦祖和香港第一华美男陈冠心反目成仇 老死不相往来 然而比起玩弄吴彦祖迷倒陈冠西 这些根本都没啥难度 毕竟拜祷在她石榴裙下的男神可是横跨虎大洲自打羊之多的 并且一个再一个的长得好看 让见惯大风大浪的港媒都甘拜下风 这位号称男神收割机的美人就是香港最艳混血游物李美奇 1979年李美奇出生在美国夏威夷州弹香山 父亲有着法国、加拿大、波兰和爱尔兰四种血统 而母亲则是越南人 李美奇的父亲在越南结识了母亲 两人相恋后便共同前往美国生活 拥有着五国血统的李美奇注定是个美人痞子 由于家境贫困 还在上学的李美奇不得不领谋出路 以改善自己的境况 正在读中学的他早早步入社会 凭借自己出色的外贸条件 做起了坚持模特的工作 1997年17岁的李美奇与上大学的机会失之交臂 原因是家庭实在过于困难 无法支付美国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 为了生计 最妥当的选择便是签约公司 成为一名专职模特 这是他一直以来获取收入的门道 然而T台的天桥对他并不友好 只有一米奇的他只能做平面模特 街道的工作也不多 生活条件依然没有起色 步履危险 后来他在综艺中谈到这段岁月满是心酸 公司给到的薪水极少 只能经常买便宜的苹果冲锡 去餐厅吃饭 对他来说也是奢侈 有出差的工作只能备上干粮 紧紧巴巴的过日子 于是他小小年纪背起行囊 离开北美大陆 只身前往亚洲寻找机会 出到日本 模特界满是对他质疑的声音 只想要纯种欧美脸的观众 补吃他这一套 甚至在一次面试中 李美奇直接被去补留情面 我们要的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 不是你这种冒牌货 在日本模特界显然混不开的李美奇 再度踏上征程 这次去台北 1998年 他在台北找到出道的机会 一则电视广告让他踏进演艺圈 本以为能够稳步发展的他 却又一次遇到冰锦 当时的台北娱乐产业发展的并不出色 也很少有机会能给到他 因为业内人士给出建议 香港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绝望之时 李美奇再一次燃起希望 这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若是失败 他便做打倒回腹的打算 在多地辗转反侧 没想到这一次没有令他失望 上天也看不过去了 李美奇的人生终于时来运转 机缘巧合下 这个曾被行业轻视的身高 竟成了李美奇的优势 当时正逢谢霆锋挑选模特 与他一起拍摄杂志封面 奈何前来应聘的模特都身材高挑 只有李美奇比他还容貌还十分出挑 于是 这一张风靡全香港的封面 将李美奇拉进大众视野 借着谢霆锋的超高人气 他开始获得关注 甚至还有媒体笑称 他是唯一能骑在谢霆锋肩上的女人 尽管这一绯闻并没有激起太大水花 但不得不说 李美奇沾了谢霆锋的光 才能走进大众视野 同样是1998年 吴彦祖初始李美奇 那时吴彦祖才刚刚20岁出头 还是小心肉的他 帅得人神功愤 天理难熟 就是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宝藏男孩吴彦祖 马上被李美奇斩于马下收入囊中 两人很快就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嗨情 不再局限于模特行业 他如愿以偿踏入香港饮食圈 从此 他精彩的演艺生涯拉开了帷幕 吴彦祖和李美奇的恋情曾轰动一时 外星般配的两人还一度被称为精童玉女 都说长得帅的人大多都是渣男 可哈组偏偏是个例外 又帅又知情 和李美奇在一起后 他对女友百依百顺言听计从 每当有人说李美奇的坏话 他都会第一个站出来维护女友 不让他受任何委屈 无论去哪或者参加什么活动 都带着李美奇 别人都是害怕会影响自己的演艺事业 可是也刚起步的吴彦祖压根就不在意这些 事业和女友他选女友 恨不得对全世界宣布自己的恋情 毫无畏惧可以说是很有担当了 阿祖害李美奇害得死心塌地 死去活来 可李美奇就没那么吃心了 他一边享受着阿祖的爱 一边和陈冠希勾搭到了一起 两千年 吴彦祖和李美奇已经交往了两天 正当阿祖在谋划如何庆祝两人 相恋两周年纪念日时 一则绯闻令他从爱情的天堂跌入了谷底 彼时的李美奇和陈冠希合作的电影 《特警新人类2》 电影还没拍完 两人的绯闻就满天飞湖 众所周知 陈冠希是出了名的花心 毕竟他长得帅任性 换女友如衣服 拍戏和演员看对眼最正常不过了 果不其然 这次拍戏 陈冠希就被李美奇的美貌所吸引 按捺不住内心的躁斗 摩拳擦掌展开攻势 李美奇也对陈冠希颇有好感 尽管家中已有了男神吴彦祖 可他还是不满足 背着阿祖和陈冠希勾搭到了一起 常在河边走 哪有捕食鞋 两人在剧组经常眉目传情 举止暧昧 李美奇和陈冠希 暗度陈仓之势 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 绯闻续传异勇 更要命的是 李美奇和陈冠希在酒店优惠被拍 瞬间引发了情涛骇浪 阿祖得知此事后 伤心不已 真是以泪洗面 被戴了绿帽也毫不在乎 他更在意的是 女友会不会抛弃自己 跟陈冠希明目张胆地在一起 被偏爱的那方总是有恃无恐 李美奇看到阿祖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 李冠希玩了一段时间后 顺着台阶下又回到了阿祖身边 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话 劈腿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头过心的猫又岂灰指头一次 李美奇和吴彦祖遥遇遇远的爱情 还是在2002年正式结束了 分手后 李美奇给阿祖颁发了好人卡 称他是个优质的好男人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吴彦祖和陈冠希 此下关系还不错 陈冠希还叫吴彦祖以声祖歌 可惜在陈冠希夺嫂之后 两人反目成仇 老死不相往来 爱得有多深 伤得就有多深 被分手后的阿祖 对这段感情久久不能忘怀 难过到睡梦中都会痛哭 多年后在上节目时 陈冠希面的微笑 但眼中含泪说出了这段痛苦的往事 实在是令人心酸 至于李美奇和陈冠希 两人分分合合 一直保持着暧昧关系 2006年的时候 李美奇又被媒体拍到 一同在陈冠希家过夜 疑似复合 到了2012年 李美奇和陈冠希都还有联系 两人还晒出合照 也许李美奇是唯一一个 和陈冠希分手后 还能和他做朋友的女人了 虽说两人暧昧多年 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各自happy 陈冠希身边女人不断 李美奇也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男友 感情一团糟的李美奇 在演艺事业上倒是顺风顺水的 他早前被陈冠大哥看中 跟着大哥学功夫 还成为龙女郎 名字也改成了 颇有国际饭的Magic Q 当然了 按照国际惯例 长得漂亮的龙女郎 都和陈冠大哥 有点不清不楚的关系 得到大哥青睐的他 随即出演了国际大片 《尖锋时刻2》 李美奇能够进入国际市场 大哥确实出了不少力 那段时间 陈冠大哥经常把李美奇带在身边 而李美奇也很善见人意 把大哥哄得很开心 背靠大树好成梁 有了成龙这个大树 李美奇演艺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顶级资源不断 之后 李美奇收到了赤裸特工剧组 抛来的橄榄枝 凭借此片一战成名 名声大噪 成为香港无数男人心中的 谬斯女神 有野心和追求的人 从来都不会只专注一方面 事业和爱情 李美奇全都要 2004年 李美奇练上了足球名将 钟田英寿 不得不说 李美奇在挑男人方面 真的很有眼光 他的男友 个个都是男神级别的 钟田英寿 是日本知名球星 在亚洲足球界 堪称领军人物 名气高 口碑好 是个十足的型男 身价过异 钟田英寿 第一次见到李美奇的时候 就觉得他仅为天人 对其一见钟情 不顾自己有未婚妻 对李美奇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为了追悼李美奇 钟田英寿 不惜抛弃未婚妻 一致千金为李美奇买各种昂贵礼物 死缠烂打 其为赏心 最终抱得美人归 其实 李美奇只是想玩玩而已 没想到钟田英寿 却走了心 交往没多久 钟田英寿就向李美奇求婚 当时的李美奇事业 正处于上升期 根本就不想结婚 而且他也还没玩够 所以吓得拒绝了钟田英寿的求婚 还赶紧跟他分手 跟钟田英寿说拜拜之后 李美奇的演艺事业仿佛开了挂一般 扶摇直上 成功打入好莱坞 2006年 李美奇得到出演《谍中谍3》的机会 在片中扮演汤姆克鲁斯的左右手 借此进军好莱坞 接着他又出演了《湖胆龙威4》 与国际巨星布鲁斯·威利斯合作 凭借着过人的美貌与气质 在好莱坞稳健发展 成为了一颗冉冉升级的亚裔星星 到了2010年 李美奇更是迎来了自己的《好莱坞春天》 主演了美国电视剧集《尼基塔》 之后又接演了《驱魔者》和《分歧者》 等美国大制作影片 成为了聚首可热的好莱坞女星 2014年 35岁的李美奇在拍摄《跟踪者》时 与大自己38岁的男主角 迪伦·麦迪蒙因戏生情 双方互相看对了眼 走到了一起 二人相差38岁的望远恋 也是轰动一时 激烈到交往仅三个月 就对外宣布订婚 本以为李美奇能够安定下来 跟迪伦·麦迪蒙修成正果 没想到的是 交往四年后 两人分道扬镳 没能走到结婚那一步 至于分手的原因 有人说是在一起久了 双方生活习惯和性格不合的问题 日益暴露 加上没了新鲜感 也有人说是李美奇还会收心 只顽不结婚 而且身边追求者太多 不够坚定 他和一些男人关系比较暧昧 伤了迪伦·麦迪蒙的心 可无论真相究竟如何 两人是和平分手的 分手后没有说对方的不是 后来也各自有了心宽 也算是各自安好 继迪伦·麦迪蒙之后 李美奇似乎换了口味 喜欢的都是一些 年纪较长的老男人 风流潇洒至亲 曾经的爱人或结婚或生子 只有43岁的李美奇 还在海浅的森林里闲逛 让八卦成风的港媒 也是十分好奇 到底什么样的男人 才能收复他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